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一个寒冬 像是刀花车 慢慢长连我该怎么过 你给的伤口 永远难遇的 因为我恨 爱 爱 爱 再默默想变成 花开了 花谢了 爱的花 仍为你而终着 我们曾一起许下承诺 一起到永久 人们是风 只在眼前吹过 每一个寒冬 像是刀花车 慢慢长连我该怎么过 你给的伤口 永远难遇的 因为我 爱 默默想变成 奇怪 难道慕容华骗我 这个山洞内 除了这些武功和招式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了 不行 万一有别人学了这些武功 就会有人比我更强 一剑格式 这真是前所未见的剑法 是谁 将这么灵力无比的剑招 故意遮盖起来 说不定 连慕容华也不知此诏 盟主 我看千守独王的神色 似乎 有恃无恐 千守独王 独树高强啊 心机更不可测 若不是要多找些人对付慕容华 哪容得他如此嚣张啊 他这个人不可共患难 总有一天我要除掉他 以免后患 怕只怕没人治得了他的毒宫 这代价恐怕也不小吧 比盟主 有人闯进至尊盟 属下勉强挡住 却伤亡颇重 是谁 难道慕容华 这么快就到了 不 他自称是一毒双修 瑶元盛 一毒双修 瑶元盛 这人是谁啊 此人就是千守独王的死对头 死对头 那盟主为何高兴 千守独王趾高弃扬 我正好可以利用这个人去教训他 不用打了 请他到大殿 我随后就到 是 哈哈哈哈哈哈 久恩 一毒双修 瑶大侠大名 老夫如雷贯耳 如今有失远迎 尚请见谅 柳依依怎么出现了 我几时成了大侠了 赫连吧 我懒得跟你废话 我只问你一句话 请说 千守独王投靠了你至尊盟 今日也在至尊盟走动 如果你不想惹事的话 就把他交出来 千守独王并没有投靠我至尊盟 我更没有看到他 他在外面所做的一切 都跟我至尊盟无关 你是在逃避呢 还是在维护他 不是 那是我找错了人了 不 赫连吧 你别跟我打哈 我的耐心可没那么好 少安勿躁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想知道 千守独王的下落 我倒可以告诉你 他的一处分坛 就离这里不远 听说最近有人看到过他 好 还有一件事 是 可怜吧 叫人千行出来 我有事要问他 千行并没有在至尊盟 他被人抓走了 下落不明 这件事 在江湖上 传得沸沸扬扬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他被谁抓走了 魔剑遗族慕容华 好 我好像见过你一次 你是依依姑娘是吧 怎么 你的徒儿拜玉儿和炼翅雪 两次想杀我都没成功 这次你想亲自下手吗 哦 有这种事 我想这其中想必有什么误会 老夫并没有这个意思 炼翅雪 拜玉儿想杀我是为了藏风 可是我跟你一向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杀我 施雪 真有此事 我 我 混账 死心事态是跟我二十几年的交情 你竟然敢杀他的爱徒 我赫连霸 从来不将任何人看在眼中 唯独死心事态是我这一生中最敬仰的人 依依姑娘 我早就知道死心事态化名为史大娘 一直跟在你的身边 刺激想守你为徒 所以我从来也没有为难过你们 不是吗 这一次育儿和斥雪自作主张 让我对不起死心事态 加之之前 我亏欠了他那么多 我也不知道如何来偿还 你放心 等育儿回来 我会亲自带他们两个到死心门 登门谢罪 不用了 赫连霸 我不会领你的情啊 对 玉玉 别跟他废话了 这个人口密复箭 没什么好心眼 药大侠 请你不要对我有太深的惩戒 如果你要找牵手毒王 我甚至可以派人带你去 不用了 你只要告诉我他在哪儿就行了 EEE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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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 毒蟲的滋味好受吗 嗯 只要你说出 凌双剑的下落 我立马就给你解药 你休想 还是个硬汉子 我就是专门收拾 硬汉子的人 报告师父 五星来大脑分坛了 他一个人来的 是的 胆子很大嘛 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连你师父都没这个胆子 敢单枪匹马 闯我的地盘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死也好 活也罢 反正我不想活了 不想活了 那好 有啥本事 你就拿出来看看吧 别别怪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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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озь 来 来 大学 别 老大 来 来 向我放毒 你是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啊 你就给我一个痛快吧 为什么这么想死 因为 我要让一个人 一辈子良心不安 你的性格 跟你师父一样的不怪 好 想死是吧 那我就成全你 住手 师父 师姐 无心 你没事吧 臭丫头 跑这儿来撒野来了 要来 应该是我来才对啊 师父 闪开 快走吧 老毒 我找你 很久了 哼 我也找你很久了 哼 上次没有毒死你 是我终生的遗憾 哼 你趁我练功最没防备的时候偷袭我 害得我差点走火入魔至死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你忽略了 以毒攻毒这个最基本的原理 哼 我泡的那个毒池 正好截你的毒 哼 起码也让你受了重伤 不是吗 哼 就算如此 我要报仇也绰绰有余了 你先尝尝我的霹雳毒也淡 哼 哼 溜得到真快 这里很古怪 我们走 独王 你这个时候才来找我 是不是迟了点 看来盟主可能对我有点误会啊 误会 难道我的属下 他会对我说谎吗 他不会说谎 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之所以我姗姗来迟 那是因为我想替盟主 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有这么好心吗 办什么事 不知道有一个叫燕藏风的人 盟主感兴趣吗 天兽独王 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中了我的颠蛊 时醒时疯 半死半活 十天之内必死无疑 原来如此 盟主 要不要我弄醒他 问出凌双剑的下来 不用了 我有更好的人选 不知道义父急召孩儿回来有什么事情 你不用去找燕藏风了 因为燕藏风我已经帮你抓回来了 只不过没有凌双剑的下落 我就把人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问出凌双剑究竟被他藏在何处 知道吗 是 你只有十天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燕藏风扶了牵手都王的颠蛊 我们并不打算为他解毒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还不是因为你 我不知道 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给我滚 我不想看到你 藏风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中了颠蛊 要是十天之内没有解药的话 你就会活不了的 我可以救你的 藏风 我就算死了 也不要你救我 藏风 我之所以没有把凌双剑交给我义父 正是因为我对你还有希望 我再问你一次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我办不到 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我 正好有人送座棋给我们 省了一番力气 嗯 嗯 嗯 啊 啊 哎 你怎么会在这儿 啊 九中仙前辈 你们认识 他们是我多年的朋友 依依啊 听说你失踪了 你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我和大娘一直待在死心门 嗯 师父 史大娘就是死心失态 什么 史大娘就是传说中的死心门的掌门人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来 依依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啊 藏风没有死 你说什么 我前几天还跟他在一起 藏风不但没有死 他还在四处找你 藏风没死 他真的没有死 那他现在在哪里啊 他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不过他曾经说过 要去死心门 把凌双剑给毁了 他真的会去死心门 可是后来凌双剑 被白月儿给偷走了 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 依依 你会去找藏风吗 当然 可是 藏风究竟会在哪里呢 想必这位就是西川老毒物 瑶元盛吧 我非常不喜欢有人这么称呼 好 我也不想跟你说什么废话 这些马我都要了 咱们后会无期 你凭什么跟我要吗 不如我们来打一场 好啊 我告诉你 虽然你名号响亮 但我不怕你 是吗 两位都是我敬爱的前辈 你们前世无冤 今世无仇 干嘛这么意气用事呢 依依 我可不是不给你面子 只要是我看着不顺眼的人 就是我杀他的最好理由 用毒了不起啊 用毒了不起啊 我看你经不起我这一拳 是吗 来呀 来呀 两位前辈 姚前辈 你的对手不是赫连霸和牵手毒王吗 干嘛要这么一起用事呢 赫连霸 你跟赫连霸有仇啊 仇是没有 不过也快了 九中仙前辈 我知道你跟赫连霸也有过节 刚好我们都要去制尊盟 不如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我是要去找赫连霸没错 但我不想跟他同流合乌 让江湖人看了笑话 呸 就凭你也敢找赫连霸 这是我对你说的话 不然怎么样呢 还是让你们各自去找赫连霸 我们留下来替你们收尸好了 不然等报完大仇 各自分道扬镳 都忘了这件事 两位前辈 不如这样吧 我回一趟死心门 一来打听藏风的消息 二来呢 请大娘出手相助 有使大娘相助 这倒是个好办法 七绝亲无坚不摧 这回的胜算可就大了 师父 我看就让我护送医医回死心门吧 你好 师父 我也回去看看他老人家 好 你记得跟他说 是我亲口邀请的 他一定会来的 那既然如此 在我们回来之前 你们可不许出什么乱子 在我们恿意 我说我们的乱子 我们来走 你死心门 你死心门 就可以找我 为此为了 为了 祝福 在我们要不知 乱俩 马路 我靠 NOT 能想去 快 你感受 乱动 你说你逃出来的 以慕容华的武功 你怎么能够走出他的五指山呢 属下是趁他不在的时候逃出来的 千行不是我怀疑你 我只是好奇 慕容华为什么不杀你 是因为他屡次要我投靠他 好让我成为埋伏在至尊盟的一颗棋子 你这么说 就代表没有答应他了 正是 盟主待我不薄 我又怎么可能背叛盟主 很好 至尊盟 现今正用人之计 你能够回来最好 公主 你早就投靠了慕容华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我现在就废了你的武功 把你打回原刑 公主 千行有功无罪 只怕让手下们不服啊 哼 无凭无据 只怕有了证据就来不及了 任千行 你可别怪我 宁可错杀一百 绝不放过一人 盟主 军要臣死 臣不死不忠 只是 属下冒着生命危险 从慕容华那里偷来一本 威龙神掌秘笈 不过我有幸背叛盟主 我就不会将他带来献给盟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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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天下第一掌 威龙神掌 这是关于天的不传之秘 好好 千行啊 你没有私藏秘笈 我可以相信你是忠心的 属下原本就要将这本秘笈献给盟主 可是还来不及开口 你还真有心哪 这是你师父的东西 我本不应该拿的 不过 这其中有很多玄妙高深的武功 我怕你内力不够 强烈了反受其害 这样吧 让我领会后再传授给你 谢盟主大恩 恭贺盟主 如果您能练成这个威龙神掌 再加上您的分心掌和分身魔影 您就可以成为天下无敌了 有了这个 或许还可以跟慕容华拼一拼 千行 你有没有听到慕容华 提到我们至尊盟的事啊 有 他曾经威吓我 若将要血洗至尊盟 叫我别再留恋至尊盟 玉儿 颜沧风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沧风还是不肯说出凌双剑的下落 你也听到了 慕容华即将大举来犯 你要把握时间哪 是 孩儿明白 如果再问不出来 我就要杀了他 以免后患 你也会有这一天哪 你终究还是落到我的手里了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就是想清眼看见我死在你脚下 是又怎样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你杀了我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你中了颠骨 再活也不过几天哪 我怎么不能放过 看你痛苦致死的机会呢 难道 你不怕我又死里逃生 难 比登天还难 不过 如果我说 只要你能说出凌双剑的下落 我就会放你走 你一定不会相信的 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 只要你肯说 我一定很乐意了结你的痛苦 依你对我的了结 我会告诉你吗 我会让你说的 住手 任千行 你想公报私仇吗 是又怎样 要是你坏了大事 你担待得起吗 大事 我看是坏了你的大事吧 我这也是在帮盟主做事 希望早日问出凌双剑的下落 又何必分彼此呢 你难道真的不知道 我义父不把藏风交给你的真正原因吗 我对盟主忠心耿耿 他为什么要怀疑我 这些话 你自己不会去问义父啊 喂 乘风 咋整理 你还好吗 威龙神掌的秘籍 交给赫连霸了 是 但是 赫连霸的武功 本来就高 那本秘籍就这么交给他 为免养虎为患 威龙神掌 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武功 让他先去练吧 最好给我先练熟了 免得我到时候杀他无趣 我明白了 现在赫连霸 对七绝情的态度怎么样 好像不怎么积极 七绝情 不是我们先天刚齐的克星吗 为什么你这么希望 让赫连霸夺到 因为他光得到七绝情 是没用的 要谈好七绝情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一物客一物 原来如此 我们再利用赫连霸 除掉我们的障碍 没错 在他消失利用价值之前 我们必须不动声色 对了 你回至尊盟 有没有打听到什么动静 据悉 凌双剑被烟藏风拿走了 而赫连霸 已经抓到了烟藏风 很好 很好 你很诚实 并没有对我说谎 证明你对我没有野心 这跟野心无关 因为这个谎言 也瞒不了多久 我又何必如此 我现在要你设法 打听到凌双剑的下落 一定不能让赫连霸 先拿到手 就算赫连霸拿走 也未必是你的对手 就算没有了凌双剑 你也一样是天下无敌 为何非得拿到凌双剑呢 凌双剑是解开 生死期的重要关键 这才是我在乎的 又是生死期 我死心门 永远也不会踏入江湖半部 能离多远就多远 外面的恩恩怨怨 跟我毫无关系 大娘 大伙相识一场 就算不为对方两肋插刀 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我如果一旦答应你们 我死心门就永无安宁了 我心已决都不用说了 大娘 我们不可以这么绝情吧 绝情 一入死心 万事皆无情 你们又不是第一天 待在死心门 对了 你们俩给我听着 都给我在这里好好待着 谁也不准出去 不 我要去找苍蜂 小月朗 你为什么把藏风没有死的消息 告诉依依 因为我实在不忍心 看依依和藏风为情所困 被说煎熬的样子 大娘 藏风说要来死心门 你有没有看到她 我不知道 大娘 藏风没有死 对我而言就像是获得了重生 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呀 不 依依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会害死大家的 为什么 藏风虽然忠厚 但她却是个是非之人 你这样做 会把死心门拖下水的 我这十几年 在你身边保护你 照顾你 就是希望 有一天 你能成为我死心门的一代传人 你也不好好想想 藏风把你害得多苦 可是你现在反而要去找他 那我的心血不悔之一句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 大娘 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要做死心门的传人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生不离 死不弃 如果没有藏风 也就没有我依依 你 烟藏风 感觉如何呀 生不如死 知道就好 如果你再不说出 林双剑的下落 我保证会让你后悔一生 说夜是死 不说夜是死 有什么差别 当然有差别 那是什么 这是夺魂丸 可以增加他体内的毒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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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盐藏风 闲藏风你说不说 呃 藏风 啊 这是夺魂丸 燕藏风 今后你的痛苦是一波接一波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藏风 你明明知道 只要你说出是我拿的 你就可以免受这些痛苦 但你为什么不说 你是心里还有我吗 我绝对不能说 绝不能让何连霸知道 玉儿有凌双剑 否则一旦玉儿交给何连霸 必将危害江湖 再给他一颗毒魂丸 住手 我来说 玉儿 你要说什么 白玉儿 我跟你已经恩断义绝 我就是死 我也不会把凌双剑的下落 我告诉你 白玉儿 我就是作鬼 也不会放过你 我知道你这么输 是怕义父责罚我 可是我不忍心看你受苦 我到底该怎么救你 怎么了 走 我手 还觉得是大娘好像变了 变得比以前更加冷漠孤僻 更不可理喻 这全都要怪我 我答应过他 不在里江湖的是非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难道就勾搁待在这儿 不 我们当然要离开 但是目前最棘手的 是依你们两位师父的脾气 就算没有大娘的帮助 他们也会应闯至尊盟 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 这是装出来的吗 不是 他这是颠误发作了 六心不认 神志不清 存风 你振作一点 不救 他就会筋疲力尽 到时候就会自残身亡 义父 那又不干脆先给他解药 这样我们也可以重新问出 零双剑的下落 不用了 我看再问 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义父 你的意思是 前行 就让你捡个现成的便宜 明天五十 我要你亲手处决燕藏封 属下遵命 书下遵命 义父 那 那 你已经变得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难道你还没有觉悟吗 我告诉你 燕藏封之所以会死 你是原因之一 我将不惜任何代价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危及我的王徒霸业 你慢用 来 哥 前辈 师父 你们终于回来了 姚前辈呢 不知道 你们走后 他莫名其妙跟我吵了一架 然后就走了 我师父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行我素的 好了 不用管他了 对了 你们怎么没和史大娘一起来 别提他了 他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死活 一和无星还是偷跑出来的呢 对了 我把七绝琴带来了 七绝琴 这江湖中传言的七绝琴 真有那么厉害 七绝琴威力非同凡响 可惜我才学得第六绝 只有八成功力 好 八成功力 也够贺连霸这个老贼瞧的 我们走 师父 那我们不等姚前辈吗 就是他不在才好 免得他坏了我的好事 我跟你说 贺连霸交给我来处理 其他人你们处理吧 小妖狼 无心他不会武功 用毒呢 也玩不过牵手毒王 我看你还是留下来照顾他好了 师姐 依依 这罪谋人都势众 救你们两个去 实在太冒险了 要打胜仗不是靠人多的 有气绝琴和九中仙前辈 我想 对付贺连霸是臭臭有余了 只要能够铲除贺连霸 就不会再有人危害藏风了 依依说得对 你们去啊反而会爱手爱脚的 还是我们自己去吧 你们在这儿等我们的好消息 啊 嘿嘿 草蜂 为什么 我是来带你走的 草蜂 我是玉儿 你醒醒 我是玉儿啊藏风 没用的 他已经不认得你了 你想救他 又要怎么跟盟主交代呢 我又不想救他 我想见他最后一面 哦 这么快就放弃了 我还以为 只要能够把他交到赛画佗的手中 燕藏风应该还有救 人前行 你风连话说够了没有啊 哼哼哼 我的确没那么好心 盟主说得没错 跟凌双剑比起来 我宁愿先杀了他 燕藏风屡次大难不死 武功也越来越高强 实在是令人不得不防啊 原来你也怕他 怕 你也太小看我了 就算让我跟燕藏风 再一次的公平决斗 我也一样能打败他 那请你不要用小人的手段 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你不用再激我 光明正大也好 小人手段也罢 总之 这一次我是不可能 让他从我手中逃脱的 可看 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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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手段 你不可能 我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天行 这次你不会再失手吧 你知道我公开斩首燕藏风的用意吗 燕藏风现在是驻建城的城主 如果我派你将他斩首 不止可以抱你的丝绸 养你的威风 还可以震慑武林 到时候我会派你去接收驻建城 江湖人又对我至尊盟多了几分忌惮 多谢盟主成全 好好地做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 是 好 燕藏风 可惜你没办法交代遗言 不过念在我们兄弟一场 我会好好安葬你的 来 义父 你这是干什么 义父 能不能留藏风一个全尸 反正他早晚都要死的 你是想拖延他的死期吗 孩儿不敢 不敢就给我退下 义父 持续 把他拖下去 是 义父 如果你饶藏风不死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不要再拖延时间了 这是天一四相爵第二身 或是木 他的功力又提高了一切 不 他这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 他运功越急 他死得越快 快 逼他运功 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 苍蜂 你不要这样 你会死的 我希望你能继续 你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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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继续 幸福不高而别 唯一突出怀念变成前 我们如果更不顾一切 走不走得到永远 走不走得到永远 孤单飘泼几年 心事无声无息 堆成雪 我的季节 暂停在三月 细雨绵绵 的感觉 遇见了谁 又错过了谁 念旧的人 视而不见 有玫瑰 你的心无花破心头痛到泪滑落 我却始终不曾放开过你给我的承诺 我不相信爱不能让命运也摇头 日出容不成全恋人重逢 你的心无刺转眼睛透出了寂寞 那时别人不曾看过我脆弱柔情面孔 只要爱能到的地方就不算跌破 原型为你天涯海角踏破 追着走